嗨,大家好,我是NICO 我已經好久沒有來做開箱分享這個影片了 這次主要開箱的是蝦皮、商城裡面含細的保養品 我自己使用下來都覺得還不錯 所以呢,想要分享給你們大家 那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罐是去角質橡皮擦爽敷棉 這罐的話我是推薦給混油皮的人使用 如果你是敏感性肌膚的話就是 使用看看他們這罐,我有附上照片 主要是去角質可以清理毛孔裡面的髒污這樣子 但我覺得它味道是有一點混合涼涼的味道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話是比較粗糙面的 就是有點像紗布網格的比較粗一點 那這一面的話就是比較細緻柔軟的 像這個的話你用完你可以去擦手肘 比較粗糙的這種地方 頸部啊,還有胸口就是容易長一些悶悶的小粉刺 或是你覺得太熱了,需要降溫 我覺得這是都還蠻好用的 那另外呢,我覺得它不錯的地方 我會把它用在化妝前 先把它用柔軟面先去擦一擦之後 再用粗的這一面,特別在那種鼻翼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有那種小小的那種脫皮啊 容易上底妝會卡屑的那種 可以去針對這個區塊去輕輕的按摩 不用很大力,輕輕的就好了 早上起床要化妝之前 我不會特別刻意去洗臉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太髒 因為我洗完臉之後會覺得肌膚會比較乾 所以呢,上妝之前的保養就是要擦得很多 才會覺得比較滋潤 那用這個的話就是代替 就是簡單的清潔 那就可以保濕,我是覺得還不錯 但如果你覺得這個味道不喜歡的話 就是可以再考慮 就是我真誠的心得分享給你們大家這樣子 這個老虎微精精華 它是有分100、300跟700的數字 所以它上面每一個都不太一樣 剛剛我拿的是100 還有這個是300的 還有這是700的 700的它就叫小罐 100跟300是差不多吧 我的目測是這樣 這個小罐是700 那它使用的下來是我真的非常的驚艷 雖然剛開始我其實有點看不太懂 它字面上官網陳述的意思是什麼 有去爬小紅書上面 它們一些人的使用心得 會說會有點刺刺的 而且效果很好喔 但實際上它是有分別三罐 這三罐啦 我是先以我手上拿的三個數字 100、300跟700的為主 它們每一個的功效都不太一樣 100單純的日常護膚啊 那300就是集中週期 那700就是加強週期 可以提高你的皮膚的自身能力嘛 就啪啪啪之類的 那因為100我覺得是對我來講還好 用700有點太過了我自己的那個階段 所以大概我經常用是300 那每天可以使用是100 它剛剛使用的時候 我必須要講它是會有點刺刺的感覺 那感覺要形容的話就是像早針一樣 那如果你沒有去接觸過早針的人 我建議可以先嘗試看看它們最低的數字去使用看看 因為它700的話我覺得是稍微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畢竟每一個人感受的程度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也不能說完全用我自己的感受 希望大家用這樣的方式去評估去評斷 像我先生的話他是男生嘛 就會覺得皮好像比較厚 所以呢他有嘗試第一次用700的 他說他嚇到 但是我們兩個都是有用過早針的人 他的那種刺刺的感覺不是刺痛 沒有到痛 就是有點微微的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他這個就是英華裔的質地啊 你千萬不要用在手上覺得好像還好 就沒有什麼感覺 他在手上其實感受度沒有很強 我現在擠的是700的喔 就有點涼涼為刺 可是你塗在臉上的話那種感覺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去自在手上這個為主 可能在手上你會覺得好像還好 可是你當回到家用在臉上 你就會哇塞 有點不太能夠負荷 可是剛開始是真的會嚇到 但是你持續使用大概 我所估計 我自己是用一個月啦 我覺得他的控油程度效果非常的好 但我非常的意外 因為我T字部很容易出油 然後我使用它 真的那種感覺出油的狂況 沒有那麼的像平常那麼誇張 而且他的吸收度是非常好 我現在用在手上是700 我還是覺得有點微微刺刺的感覺啦 所以看你們自己的皮膚的能夠承受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但我個人是比較推薦先用100的 那他在官網上面呢 他就特別講說 他這個是晚上才使用的保養品 那就是在你洗完臉之後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擦它這樣子 那千萬不要想說我要混著用 我這邊上面額頭比較容易出油 還是毛孔粗大的我就用700 我比較介意的就先用 趴數比較高的 那我的鼻子我就用100 不要這樣子混著用 他在官網上面有這樣說 而且他也有給一個圖表 建議大家怎麼樣去做使用它 我覺得他上面講的是還蠻清楚的 最主要呢他就是 Kevin老師在韓國大爆買的那一部影片裡面 他也有介紹到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所以呢現在也不需要特別跑到韓國去買 在蝦皮上面呢也可以在商城裡面購買到 原裝韓國直飛的產品 這一罐呢是 品質毛孔膠原蛋白面霜 它是乳液 乳液的 它的質地呢也是 我覺得非常的清透 雖然它看起來剛才是這樣白白的 可是它其實還蠻好推的 它的滋潤度是還蠻夠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晚上我都會開冷氣睡覺 房間都是沒有開加湿器的 我覺得它的那個滋潤度是非常夠的 因為年紀一到了就開始瘋狂的會去搜尋 找那種膠原蛋白 不管是口服啊還是外用 就會想要去特別試試看 但是我個人使用下來 我覺得它的保濕度是非常夠的 所以它也沒什麼味道老實講 但可能還是要看每個人的嗅覺 因為我自己聞是覺得沒味道 那你們聞我不清楚 但是它真的很滋潤 但它滋潤不會是滋潤過頭的那一種 我很喜歡 它就是讓肌膚保濕一個很重要 那就是目前還沒有感受到 毛孔可以說 小到多誇張或是多明顯 因為我的毛孔是真的非常出於很粗大的那一種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做比較讓你們看 我覺得就是它比較明顯的 讓我喜歡的是它的滋潤度是剛剛好的 那另外一款就是這個 我非常喜歡用過一次 我就把它加入到我的購物車裡面繼續回購 因為它真的好好用 我雖然是很喜歡敷片狀面膜 我覺得它非常的簡單方便好攜帶 軟膜必須要加水 那你要去調和它 那我第一次用的時候我是調和失敗 但是它裡面有附一個小湯匙 我個人的只用心得是 你分次的慢慢加那個水進去 那也建議大家用喝的水 不要用自來水 那我效果可能多少還是會有點差異 但因為我是看別人的建議 只用喝的水不要用水龍頭 有時候其實我會很好奇 他們韓國女生他們的皮膚 為什麼可以那麼的透亮 你敷完之後你就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他們皮膚在家裡面啊 還是到外面都是非常透亮水潤有光澤 它是可以直接撕下來 你不用在那邊搓洗到很麻煩 因為它保濕度第一個非常夠 而且它也不需要等很久 它大概在15分鐘或30分鐘之內 它真的會全部乾掉 之後你就可以由下往上試 它的那種肌膚的滋潤度 還有保濕 我覺得是超讚的 真的是非常喜歡 它讓我感覺肌膚從來沒有這麼透亮過 大概可以維持到三天至四天左右 那你那個時候的上妝效果 都真的是決戰耶 因為它一包的粉量就是 可以足夠用一整張臉 那你就是要盡量厚服它 這一次我所開箱的這四個產品 我都還蠻推薦的 目前還沒有用到什麼所謂的很雷的 頂多剛剛我拿這一罐乳霜 它只是保濕非常的夠 但它說毛孔可以縮小 可能我用的還不夠久 但我覺得保濕跟滋潤這個部分 是我覺得滿意的 最喜歡的就是它這個精華 控油超棒 另外就是這個面膜 是非常滋潤 而且你想要那種水煮蛋機那種透亮感 一定要試試看 那我就下次再跟你們分享 在蝦皮的開箱囉 那我們下次見囉